我巴不得每天都有人超越我 真是英雄所见掠头 所以我们两个人能成朋友呢 你这是什么 这是电脑吗 我才会发现呢 你说我刚跟你说了万天这些工作 我还不如给你看一眼 我有移动用盘 来 我插上去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角色秀 对 是电脑 但是这个电脑中变了毒了 我正在处理 没关系 我这个有毒板 我帮你刷下毒 我跟你说 我已经试过了 不是一般的杀手软件 可以解决得了的 我刚才不正在解决吗 结果被你叫到这儿来了 我回去接着弄 等会儿 我不是还有件私事吗 我还有件私事 最重要的我想跟你说一下 这个可别关心 好贵 你直接去找丁俊 最好能把电脑给药物 如果发现电脑不在他那儿 第一时间发短信通知我 行 好的 你 奋斗行动 好 赶快在这儿呢 这个私事 什么呢 什么呢 别在我心里有一段时间 并且 秘密 是个秘密 好好好 我觉得可能只要你能帮我 好 给你看一下 不是 真的 这事儿可真是大事儿 这 看到吗 我才看到 是吧 和你先生这么帅的那时候 你回来了 是一个从监视的角度 拍的光 看出来了吧 是 是这样的 谁拍的 我哪知道 我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你看着我 我看见谁也是不知道的 好 那我就分享这个秘密给你 谁让你是我爸的亲信呢 我怀疑是我爸爸 拍带了司机监视过我的死生 你太逗了 乔董哪有那么无聊 你帮我问问吧 为什么 不好 杨契 底曳 你出来 先生 先生皇 先生不需要在这里 把你们总监盯进给我轿子 那让他把电脑还给我 优鼎 快点 那个人 不要 唉 说来 盯子姐 是这样的 刚才有一个年轻人 闯进我们办公室了 说什么 他电脑在你这儿啊 这 非让你过去一趟 把电脑还给他 他我知道了 您先回去吧 什么意思 这谁的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我能帮你吗 天悦 这个电道里边 有你父亲要的重要的东西 你要替我看好了 我先处理一下外面的事 马上就回来 好吗 等会儿 你是说 这里面有我爸想要的东西 是和我爸有关的 没错 非常重要 当然 你不相信我能相信谁呢 我帮你看着 看好了 好 谁 我爸 你怎么还给我 有什么好 过来吧 到我办公室来 我爸爸要的东西 跟我爸爸有关 我爸 沈安也要 我爸爸也要 沈安 我爸 沈安 沈安 抱歉 没时间了 没时间了 好 因为我爱 好 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坐坐坐坐 走走走 走走走走 我还在开会呢 那你刚才怎么说的 你说电脑不在你这儿 还说你不认识我 你什么意思 你不懂 我在开会 我旁边坐的 都是我的领导 我的上司 如果我仔细地跟你说 电脑的事 他们会认为我在工作的时间 干私活 可是我干了吗 我没干 我在帮你修电脑 我在无私地帮你 可他们不会这么认为啊 他们会认此事 查我的鱿鱼 所以我只能随便那么一说 干吗 检查一下 我被动作啊 那人是不是的 是吗 你干吗 去找工具 再给我找个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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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回来 又要这个忙 拿着他走 真的 有任何事我担上 你不明白吗 丁俊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要拿走这个硬盘 就是要让不知不觉 都能把这些命运都拿走 他既然不想进入我们 我们也不要进入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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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来我做一声 你如果现在回去拿电脑 刘永远会说 你连个电脑进进出出 它不正经开会 你想干嘛呀 我怎么解释 所以呢 等我赶快会 踏踏实实地把电脑给你拿下来 你说的都是真的 当然哪 我为什么要骗你啊 行 我骗你最后一次 这些是什么 工具 你让我用剪刀用青书钉 转电脑吗 你只告诉我工具 你并没告诉我是什么工具 小剑鱼 你好歹给我一把螺丝套吧 有啊 哪儿呢 这么明显你看不见吗 那是我刺刀 头在哪儿 当然有所准备了 你在干嘛 要头啊不是 你看 来 给我一把鸡腿撒 成语了 好 哪儿 好 好 好 谢谢 太浅了 不客气 你在这儿干吗 硬盘呢 什么 硬盘呢 这个真没用 这个公司是你的 你居然找不到一个硬盘 我的公司啊 不是电脑公司 是游戏公司 好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 我负责拆电脑 你负责找硬盘 我们俩就拍一等 明白 只是你霸道起来 真是没待了 谢谢 硬盘呢 我干嘛还找他做拍的 你躺盘啊 不要 你躺起来 你annya通电脑 快呀 我要的是硬盘不是电脑 硬盘就在这里面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 你让我再拆一台电脑吗 要不要 不要没了 住几把门 走吧 不是需要站的门口吗 是的 好的 拆这台电脑的时候 我求求你 一定一定不要破坏 其他的部分好不好 我一定会小心 真的很重要 等一下 mina 我的股炒 我的股炒 我把脑袋放下来 她了 我可以可以 我可以 自己找着 对不起 对不起 丁总监 您没事吧 我要是这么弱不惊风 就不会在屋里头待这么久了 拿什么宝贝啊 哪有什么宝贝啊 丁总监 走得这么近 难道去抢宝贝吗 我是有点急事 我先走了 你去哪儿了 老婆婆 冲了这卡通 咋锁了呢 来我 你不告诉我 里面东西太重要了 所以我就直接给戴上了 算了 那 没关系 我让人把它开了不就好了 凯利 帮我开一门 谢谢 干什么有急啊 怎么了 干嘛去了 你是还不够啊 谢谢 你喝喝还没动 好 exist 快走 再走 来 我去你没动吧 没有 好 我看看 来 走 走 帮我看着点去 你干嘛呢 你帮我看着点 你怎么看呢 哎呀 有人干嘛过去 谁呀 小时候一点 我看 小时候一点 你是不是有多动症 你帮我看着点 小时候就会 你这个拆下来以后 然后再换个新的 对吧 然后你们 离貌换太子了 不怕被人发现了 应该不会 这个电脑里边的东西 很重要 好 必须换下来 是吗 好 你快点换 别被人发现 你帮我看 我踏了 没有我 我累了 我上去躺一下 我认动量太大了 你怎么问我 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啊 对啊 我怎么不问你 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呢 我现在没有什么 问的必要了吧 首先你 你不可能告诉我 对吧 问了也白问 其次 我爸也没告诉我 你不说这事跟我爸有关吗 那我爸都不告诉我的话 我问他还有什么意义呢 那你想告诉我吗 我也不知道 猜猜 你干吗呢 你啊 我好了 我给你分了 我给你分了 什么 干吗 什么 你忙忙叨叨的 你在 你在找什么呢你刚才 我没有啊 我什么都没找 我在帮你看着外面 你帮我看 我在帮你看着外面 我快你看 没我 我 我觉得怎么这么奇怪啊 平时你不是很看不惯 我的初心积虑的 替你爸做事吗 可是今天你 这主动帮我呢 好 首先 你干了一件大事 这事是个秘密 又跟我爸有关 我爸有关 我爸有没告诉我 说明这是一个 你懂吗 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跟我爸 也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不听到吗 我也出来做我的力量 对不对 那看来我要谢谢你了 不客气 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替我保密 我对不起 斯蒂文 你要打印吗 父爷 好 把这个资料 给你两份 好 来 一个一份吧 行 老板 老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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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啊 你能不能帮我修改其处 行 你说那个干吗 那个没问题 那你看怎么修改 师爷 我看不见 我去哪里 这份很重要的事 我会有很多事 我看不见 那像这样的事 我跟爸说 你怎么会有任何事 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 你好 你好老板 能不能麻烦请问一下 刚才那人赋予的东西 是什么内容啊 你 你问这个干什么 那人啊 他是我老板 我是怕他到您这儿 来赋予东西 把钱给算错了 我来跟您核实一下 如果是算错了的话 我跟你补上 真的啊 我给您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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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才还欠我三十的 好 这样 行 我给您五十 您就不用找我了 但是您能不能把他 刚才复印那份资料 再给我复印一面 这 这个 我这老板啊 他粗心大意 我是怕他回去 把那份资料给弄丢了 我这不是多一份 保一份吗 您看 没问题 没问题 谢谢啊 有什么问题吗 不好意思啊 这仗有点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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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再给您补印一份吗 不用了 你 你在干嘛 小伙子 你知不知道 你这种行为是在侮辱人 我一个堂堂技术部总监 我会拆你零件换你零件吗 我说过 我是在帮你解电脑的密码 我在无私的帮你 可你这种行为是在干嘛呢你 我也知道 您一个堂堂洪州集团技术总监 怎么也不可能对我这个二手电脑感兴趣 我对你二手电脑感兴趣啊 你要气死我 好 就当什么也没发生 你赶紧拿着你的电脑走人 不是 丁总监 您听我说 这是个误会 电话里面跟您说了 那位先生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这电脑啊 它不卖的 要高价回收嘛 所以我才跟您说 这电脑密码不需要破解了 这实在 抱歉给您添麻烦了 好了 不用说了 请吧 那我就先走了 看着您吧 您忙 向丹明说 这些档案都是保密的 一般不借用的 好 那奥 我 看见了 然后在车上 先走 这个 这个 你看 你就以后 可以 有的 然后再 contagious 第一 把你救过 我先跟他的 许多给他 州 我跟他说 我已经不贵了 我居然 再也行 不贵了 好 这边 就会 表承成 他那边 都没有 直接 我 都没有 均嬉 空的 陈建手里面有宋世涛的机密文件 安姐这次多亏了你 才没让那个丁俊得逞 是啊 安姐 这次那是我大意了 我们只是运气比较好而已 我很好奇 这个硬盘里到底有什么 能让洪州集团技术部的总监 亲自出马 会不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小冬 你还联系得到 卖你这台电脑的人呢 他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个电话 我试试 不管这个硬盘里面有什么 我们必须要妥善保管 相信将来会派向大营长 琪琪 你好 忙吗最近 不忙 谁放在这里一个电脑啊 这是公司给客服部副总监 配的新电脑 斯蒂文的 对 是斯蒂文副总监的 斯蒂文的 太好了 就这样 你不用太关心了 来 来 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爸非要丁俊弄到手 这东西和小方家有什么关系 我和沈安被监视 这和电脑里的东西有没有关系呢 那我会不会又干了件傻事呢 所以我 不害你 反正干都干了 哪位 瑞尘 哪位 瑞尘 沈安就是个小狐狸精 我瞎再看到他 非发到他的屁股 让你再说 沈姐 你可是明远 要时刻注意提升自己的气质 明远的气质 是的 我要做明远 我要的 我要的 怎么才能提升这个气质啊 没有 这个提升气质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 爱说不说 好在呢 我又速成大法 这首先啊 你呢就不能这么粗暴 就说这叶子吧 它是用来喝的 不是用来扔的 你说你这破坏公务无数 砸到那些滑滑操操 也不合适吗 还有呢 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啊 就是一个要在语言上改变 比如 比如你喝醉了 你不能那种 应该要说是 微醺 再比如 你遇到一件特别特别开心的事 你不能直接就 好好好 一定要说是 有趣的 不要 比如说你在商场上 看见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的衣服 你不能直接去买买买 那不是明月 一定要说 考虑入手 怎么样 有点想法 数字可较远 那把总裁的 доб耀 小虎 只比说 我提升了我的气质 天雨姑姑 forehead 就一定能回来了吗 我有新的计划 我能让小方既不用退赛 你又能 时拿九五的 你都管 不可能 又怎么就不可能呢 唉 小冬 小冬啊 别考得太老啊 别考得太老啊 阿姨 天宇来了 赶紧坐赶紧坐 我去给你清茶啊 不用客气 阿姨我就随便坐一会儿 我马上就来了 赶紧坐 行 小冬你去忙 我跟小冬说会话 好嘞 来 没事 宇哥这个 电脑的事 也算谢谢你 应该的 举手知道 你的电脑 我的电脑 这里边有什么东西 那么急 其实宇哥我也不知道有什么 是安姐说的 里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 说必须得拿回来 这电脑是你买的吗 还是 就是你 我买的 那天有个客人 喝多了 然后说电脑不要了 我呢就花两千块钱给买了 那是谁 宇哥 这话说来就成了 我慢慢跟您说 小姐 这是您的果汁 谢谢 不客气 先生 这是您的咖啡 谢谢 谢谢 都有 是 我 不客气 谢谢 他 但是 有些人 新闻 而且是该回来 这个 我们俩有什么事 我们该在里面 她你还会 那是我 我自己对了 苦 我 给我 gens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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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气 是这样 我叫你来 有一点事想跟你说 是因为 好 我很欣赏你 你别误会啊 你千万别误会 我欣赏完全是工作上欣赏 企划部门 我是企划部的主管 所有部门 我们需要想象 我们要有想象的空间 我们要创意 你看你们部门刚好 就是配合我们部门 你就把我们想象的东西给再掀出来 对吗 好 所以我们是有 是有互相理解 互相赔利 不是 赔利 你 你 到底要说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你跟我姐的关系特别好 我跟我姐的关系特别好 我们两个人 小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打闹 我还被他打过架 我们两个话不谈 我知道你 对 都说了 你跟我姐姐 我 我是这样 我呀 我今天叫你来的主要目的就是 想给你一个 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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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惊喜 要有思想准备 对 惊喜 对 惊喜 你 你 你确定 这就是你要给我的惊喜 惊喜 惊喜 对 对 惊喜 好 好 坐 坐 坐 我 我慢慢解释一下行吗 我是怎么解释啊 但是最终这个责任我承担了 我这么说你呢 对 所以 没关系 我陪你 不用 不用 我陪你 不用 不用 陪你一个最好的外星人 你就把公司配给我的还给我 就可以了 可是 公司配给你的现在 就已经这样了 没关系 我可以把它修好 只要它明见齐全 好 好像不太全 算了 算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发现 我的电脑硬盘不见了 但乔天宇坚持说 他没有看到硬盘 所以最后我就不得不接受 他重新配置给我的电脑 他一定是替什么人顶罪呢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不会做那么出格的事了 这个乔天宇啊 挺可爱的 尤其是在他撒谎的时候 他明明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 但是却在那里努力地撒谎 动得我都不好意思拆穿他了 你是在夸他呀 还是夸你自己呢 都夸 这一般的硬盘 只要没有受损的话 都可以用这方法读出来远远了 在这儿就这个 赶紧打开开吧 密码 我也没有密码 那联系上那个人了吗 没有 给他打个电话了 一直提示我不在服务区 发短信了 告诉他 看了短信之后 马上跟我联系 但是已经有消息了 陶 你有办法解决吗 这种有点困难 这个密码的设置方式 是现在最复杂的 一旦解决好的话 整个硬盘里的内容 就会自动销毁的 那难道就没有人能解他吗 肯定是有 只是 得是解密码方面的高手 而且还得冒一定的风险才行 这还是算了 再 再等等吧 要不我再催催他 等你换了点赞 行 实在不行的话 再想其他方法 丁俊说是你爸 让他去找这台电脑 对 电脑是韩晓东 能从一个陌生人手里买的 那这个陌生人是谁 他们正在查 这个电脑的硬盘里面 一定有一些秘密 我也觉得特别奇怪 说我爸能有什么秘密 让丁俊去找我 这件事情 关键在于现在沈安一介入 就变得复杂了 为什么 是我爸跟你说什么呢 你知道吗 你爸手里现在有一些 关于沈安他们的秘密材料 又来又秘密 其实你爸不让我告诉你 沈安可能真的是为了 调查二叔 调查红州才给你接近的 你吓唬我 你肯定吓唬我 我懂 我知道 我爸不想让我跟他走得太近 我明白 你放心 我不是小孩 我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好 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 好吧 就这样 不谈了 很好担心我 别这种小孩搁的谎言 对了 差点忘了 我买了一台最新款的A0512N17 笔记本电脑 十六号 三十二级 地址写的你们家 那是我姐夫的 天宇 谁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待见 说到你在这儿忙什么呢 还是公司的事 还有苏珊天天给我添乱 解决一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呗 不是叫那个沈安的姑娘 跟她有个竞争吗 那消息好灵通啊 我是谁啊 我是你爸 二三 你说说 那姑娘怎么样啊 沈安 挺好的呀 有照片没有 照 照片啊 您不是偷拍过吗 没看见啊 讨厌 偷拍的不清楚 行啊 那不清楚的话 我改天把它给领家里来 让你好好建议点 行不行 那边 你们俩这事我还没有最终确定呢 咱们随随便把人领回来 他对你好不好 好 他很有性格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点 小争执 但是我喜欢 我说 年轻人谈恋爱啊 很正常 脾气啊 性格啊 需要一个蒙合的阶段吗 您是同意我们的交往是吗 爸是觉得啊 你们需要一个了解的过程 多了解 没什么坏处 另外你记住啊 苏淳那边 那边得罪人家 多比较比较 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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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上一片海 要给你我的爱 从昨天到未来 我们永远不分开 爱上一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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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上一片海